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一切众生圆满通达一切法 祝佛菩萨的能量 我们从经典上读到了 要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本能 它用上了 它不迷 我们失掉了 我们迷掉自己 不同地方在自己 如果我们真正想回归自信 张家杂斯教科 看破放下 看破帮助放下 放下帮助看破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这一方 看破是智慧 明了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是什么 假的 十方三十都是假的 你能不能把十方三十放下 十方三十放下 你就大吃大悟 你就明信见信 你就成佛了 你的能力 不在观音失智之下 那我们今天 是不是看破了 没看破 听佛说的是这个事情 自己没有放下 真放下 真放下了 就看破了 那我们说 我真放下了 为什么很没开悟 你真放下是假的 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放下 真的坚信 应该跟慧能大四 完全相同 应该跟海鲜老和尚 完全相同 海鲜老和尚放下了 有一桩放不下 就是完全被放下 要放得干干净 为什么 假的 我们到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看破 不放下 要努力 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让这一句话 听得耳熟 时时刻刻 这一句话 都浮出来 都来警告我们 都来独处我们 都来帮助我们 就容易了 在这个时间 能吃饱 能穿暖 能有一个小房子 这笔风雨 很满足了 什么都不想求 这才行 为什么 贪嗔痴脉 讲完了 然后念头一转 行菩萨道 这就发布的行 我这个身体在世界 为一切众苦难众生 不为自己 这就对了 为苦难众生 哪一段事情最重要 有没有听说过 教学危险 你真想帮众生的忙 教学 第一个重要 所以 诸佛菩萨实现 都是实现教学 没有实现 没有实现 做其他行业 这种表发 我们要把它看回眼 一看就明了 就体会到 统统是教学 通通是教学 这种表发 诸佛菩萨实现